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回到西边 顺利脱困 而这起逆游事陆游事件隐匿不报 长达一年 中游澎湖油库传出了重大疏失 去年6月油库油料外泄将近7万公升 相当于三台满载的油罐车 相关人员知情不报 直到最近总部派员进行例行击查 才发现了漏油事件 所幸外泄局限于中游厂内 没有扩及到场外土地以及海域 而中游也寄出了惩处措施 中游澎湖油库传出漏油事件 副总经理亲上火线道歉 因为时间点发生在去年6月 当地主管竟然隐匿一年没有通报 为什么这一次他认为开潮完了以后 他认为检修没有问题 因为我们还有底层有一层FRP 把它包覆着 掉之后才发现说 雄飞的那个钢板里面 有锈死一个洞 就是在这个地方 它是小小的一个破洞 大概0.2还有一个0.5左右 由于中游油油槽 每五年需要开槽检修一次 一百零五年检修完毕后 去年六月开始净油 发现油位下降却没有处理 直到后来事态严重 才紧急转输其他油槽 但已经有将近七万公升油料泄漏 价值大约一百万元 那我们现在我们得知的 大概目前以控制的状况之下 都控制在这个block里面 污染范围大约0.8公顷 首先还没有扩散到场外区域 不过这次因为总部例行击查 才发现漏油情势 恐怕中游公司的危机处理 还得再加强 大家希望周辰寻好台队报道 也是前藏危机 由台湾保安工业 所制造的瓦斯钢瓶 出现瑕疵漏气 问题出在开关阀 估计已经有11万多桶 流入中南部和宜兰七个县市 标检局今天扩大机查 要求在两星期内完成回收 而您要赶快来检查 家里如果是所使用的瓦斯钢瓶 开关阀上头科有TPA的英文字样 制作的年月是2017 去年的9月10月11月 这三个月份要尽速更换是免费的 瓦斯桶爆出瑕疵会泄漏 宜兰县小保官前往宜品厂展开机查 目前传出流入宜兰占最大宗 三家瓦斯宜品分装厂超过一万桶 至今也在回收的八百多桶 依然的部分的回收量实在是跟差距非常大 那我很担心说消费者的家里面这样子会有危险 漏气的点会是在这里 它就是这个两条欧型环品质有一些瑕疵 供应商用料出问题 造成开关塑胶环品质大漏洞 负责公司是台湾保安 英文标示TPA 只要是型号V2SPA 制造日期属于2017年9月到11月的钢瓶 强制要求全面回收 请民众去尽快就近跟相关的瓦斯行 去做一个联系 做一个更换 那公司已经承诺会免费提供 满桶的一个瓦斯桶来做这样的一个更换 根据台湾保安的说法 流入的区域包括彰化等等七个县市 总共有11万7千桶 现在只有回收了4万支 而事件3月就传出 到的7月初标减局财货报 疑似隐匿行进 主管机关将同步开罚 大一新闻综合报道 而这对消费者来说是好消息 桃园机场捷运去年3月通车 营运状况良好稳定 现在推出了优惠票价 预计10月开始 全线票价都降10元 拖着行李赶车 机场捷运直达车 坐无虚席 另一侧月台普通列车也有不少民众通勤 流量趋于稳定 打算要推出全线票价降10元优惠 是没有多少钱啊 但是最起码有小切心 有时候就是三重到台北啊 台北到那个长根堡 我觉得还是降太少了 怎么说 因为他赚那么多钱 他可以再评估一下 我今年我们已经第四次了 那所以觉得降多一点比较有帮助吗 对对对 机场捷运去年就有盈余 今年上半年更自称赚了2.2亿元 现在预计10月回馈在票价上 以台北车载到机场捷运站为例 将从160元降到150元 机场捷运去年的营运状况良好 平均运量是5万7千人 那今年的运量是每天6万2千人 其实我们今年还推出了 包括市民款打8折 包括进劳卡800点 可以做机场捷运 那也包括这个120天打5折的方案 机节降价 预计8月购票系统会先开始测试 10月1号正式实施 下一个阶段目标 希望票价要逐步和北捷 采用同一个计价方式来收费 大爱新闻台北桃源综合报道 而这是为您的荷包 以及健康来把关 新北市卫生局今天和知名平台业者 以及广告商 共同响应自主标示警语 提醒民众相关的食品或化妆品 不具有医疗效能 你的家人或是你 每天一包的话 就是半年份 你可以让家里的人减少癌症复发 广告号称吃半年减少癌症复发 听起来要到病除 让大批消费者买单 甚至有癌症病友 放弃正规治疗 让病情更恶化 惹来不少消费纠纷 充满了暗示影射 所以民众看了以后 他会一厢情愿认为说 这个就是有疗效 买了以后过了两年才发现说 好像没什么效果 但他退的时候 他甚至记不起来 他当初看了哪一台的广告 分析违规广告平台 还是以电视为主 内容超过一半为食品广告 宣称有瘦身 除斑等疗效 另外将近三成为化妆品广告 强调可以除皱和身法 还有一般商品 未装成医疗产品 平台业者可不能继续纵容 对消费者阐述这个商品的重点的时候 不免还是会提高一些它的效能 但是因为它跟整个法规的限制关系 所以在景宇的部分是势必要加注上去 广告游走灰色地带 现在有广告商和平台业者联合加注景宇 告知本产品并非医疗产品 不具医疗效能 以免消费者上当情况一再重演 他们不愿意去让消费者的权益受损 第二个不愿意伤愈受损 然后当然假设违规也受到罚款 提醒民众下定单前得三思 别以为找到救命先单 却是伤了荷包又拖累健康 大约新闻蔡林 叶宜玲 台北报导 而这真的是要救命 以往消化系统的癌症 占了台湾时代癌症的一半之多 一名60岁的侯女士 在职场发现一个4公分的肿瘤 因为担心传统手术会引发风险 因此采用了微创手术 缩短了手术时间 术后隔天就能进食 用着内视镜仔细探索 确保职场内的肿瘤范围 快很准地切除 比起以往要开场跑度的方式 微创手术为侯女士 大大缩短了伤口复原的速度 其实它完全是没有症状的 整个术后呢 它的生活作息都非常的正常 那没有什么特别的不舒服 特别的不适或特别的出血 事实上大肠癌 肝癌 胃癌 胃脏癌 食道癌 都是常见的消化系统癌症 更占了十大癌症的一半 而现在这些都可以 透过内视镜治疗 缩小伤口 降低愈合时 产生并发症的可能性 但手术的前提是要发现得早 很微小的治疗性的器械 从我们的内视镜伸进去 包括说线圈刀啊 或者是针刀啊 甚至一些烧作器 那当我们肿瘤 比较严重的时候 它会侵犯比较深 甚至侵犯到肌肉层 侵犯到旁边的淋巴结 当这样的肿瘤的时候 就已经不是内视镜可以切的 早期发现才能及早治疗 消化系统的癌症 不见得都会有症状 还是要靠定期的检查 才能找出前藏的危机 大爱新闻雷亚科兴志 台北报导 好 国际间来看看 首先看这个一年的时间 可以收拾生命的喜悦与成长 八掌仙子小贩出生时 只有450公克 皮肤没有发育好 眼睛也无法张开 出生就接受一连串的急救插管 而今天是他的一岁生日 再难熬的他都挺过来 小凡出生满周岁 爸爸抱在怀里 他很有安全感 不吵不闹 对着镜头像在摆姿势 开刀房看他在保温箱被推出来 就一个时候长大了 你看他养得那么胖 跟我很像 妈妈怀孕22周时早期破水 安胎安不住 23周就出生 当时他才450公克 比一罐瓶装水的重量还轻 早产而常见的五大危急关卡 脑室内出血 视网膜病变 呼吸窘迫症候群 开放性动脉导管 和坏死性肠炎 他包办前四项 那时候氧气已经开到100%了 他说医生跟我说 已经没有东西再办 有办法给他了 小凡坚强又勇敢 一一克服 他的肺部的慢性肺疾病 已经逐渐恢复了 那稍微有一点脑式出血 那这个我们有在做复健 情形也有在康复中 现在体重7.4公斤 身高65公分 生长曲线接近矫正年龄 他早产四个月 那我们就要再扣掉 比如说他现在是一岁了 那我们就要扣掉这四个月 所以他是矫正年龄是八个月 早产而前两年是关键期 医师评估小凡两岁时 就可追上同年龄 应该有的发展指标 大爱新闻的亚平郭继宗 台中报道 国际关注焦点 美俄总统会谈 俄罗斯总统普廷 与美国总统川普 在芬兰进行闭门会议 预定90分钟 两人一聊就聊了两个多小时 会后记者会 川普说自己相信普廷没有介入 2016年的美国大选 这又在美国掀起了轩然大波 川普与普廷一对一闭门会谈后 的记者会 重头戏并是两人 如何回应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 通俄门的传闻 川普的回应跌破大家眼镜 一向美国至上的他 竟然自我贬低 川普指出国内启动调查 通俄门的机制相当愚蠢 而且美国特别检察官 还在两人会面的三天前 起诉12名俄国特务 罪名是窃取民主党文件 以协助川普胜选 俄罗斯总统普廷则是维持一贯的否认 会谈结束两人口径一致 不过川普对俄罗斯嘴软 引来国内民主党与共和党同声谴责 前美国驻俄罗斯外交官也加以批评 川普只想拉抬自己的声势 专家认为对普廷而言 双普会相当成功 因为川普等于默认俄罗斯与美国 平起平坐 而且形式上如同结束美国在国际间 孤立俄罗斯的行动 反观川普被批评是在贬低国威 引来一声骂名 大家新闻黄敬廷编译 日本豪雨过后出现热浪 最高温来到38.8度 造成8人因为热衰竭相关疾病而死亡 也让洪灾后的搜救工作再添困难度 日本洪灾夺走超过200条性命 没想到雨后天晴竟带来另一场浩劫 日本上周末受热浪席卷 天天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 其中在京都府福之山市 更来到38.8度 比起当地七月均温25.5度高出许多 三天下来造成8人死亡 还有超过2000人热中暑送医治疗 目前约64000位工人和救难人员 投入灾后复原或搜救工作 长时间曝晒 健康问题成为一大隐忧 目前政府在收容所加装零食的空调设备 减少高龄长者的身体负担 而这种极端气候正在全世界发酵 来看到地球另一边的加萨走廊更是炎热 沙滩上挤满人 大人小孩跳进水里求个清凉痛快 再加上以色列的供电限制 加萨地区一天只有四小时有电可用 冷气不能吹 民众只好出门消暑 但这时另一个问题浮出台面 供电不足造成废弃物处理设备停摆 垃圾堆积海边污染海水 每天还有超过一亿公升的污水流入海洋 砍板明确写着水有污染不建议下水 但是民众管不了这么多 夏天的热浪和宫定危机 凸显加萨地区 今年累月的贫富不均问题 大爱新闻 留人好兵役 至于这一场雨 让中国大陆四川的基础建设 面临巨大考验 因为雨一下就是20多天 而且是强降雨 不少城市都传出灾情 像是在石方市山区遭遇贪荒 土石流当地政府 启动了预警室撤离 安置点居民席地而睡 倒也心安 此地志工送来了 251张扶惠床 500条毛毯 让这里多了温暖 251张扶惠床 志工用接力方式搬运上货车 希望赶在天黑前抵达石方 我们在准备这些扶惠床 马上拉到石方的潜体镇 安置了一些从山里下来的 安置临时安置的灾民 大陆四川最近暴雨不断 很多城市都传出洪涝灾情 石方市政府做了预警室撤离 但在安置点里 乡亲只能洗涤而睡 我们知道有些安置的居民 事实上是睡在地板上 所以我们也赶快准备 多功能的折叠床 还有我们的毛毯送到这边来 希望灾民能够有一个比较安稳 可以安心的地方 实际基金会从开会决策 到组织上货 到车辆运输 到达我们灾民的安置点 就仅仅用了半天的时间 他们的这些高效的工作效率 给我们十方的干部群众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满浮汇床和毛毯的货车 一抵达安置点后 志工赶紧卸货 乡亲也参与其中 大风大雨红灾到了自己 自己是给我们送的床毯子 这些东西的关心我们 我们表示 真的要安全 他们睡得都睡不错 晚上睡不错 就是地面太潮湿 太潮湿 他们说转一个龙子 拢个蟲 他们就半夜下来睡 他就觉得这比较安全 山上的也怕滑坡 越来附会床和毛毯后 逼在的乡亲们 也能睡得比较安稳 然后放心在安全地方度过雨季 达爱新闻 叶萍 张勇 四川报道 真的要安全 前年0206强震 台南龙岗国小受损至今 展开了重建工程 此地志工搭建组合教室 疏解在施工期间空间不足的问题 两三个人一起扶 再用锤子往下敲卡榫一定要密合 台南市龙岗国小需要组合教室 志工把握姻缘来付出 这一位75岁了 我在大林收书过 所以现在这次来 真的有感恩的心 感谢上来 所以大家都很好 预计是要动员20位 结果有超过疫情 来了30几位是兄姐 建筑物跟结构安全 最重要就是两根柱 像这样均裂的梁柱 有好几处就连走廊屋顶的钢筋 也裸露在外 龙岗国小明年就建校百年 校舍在0206美农墙镇 受损至今 终于得以重建 因为学校全部的教室都要重建 现在安置的场所不够 所以我们才跟我们资金基金会 申请7间组合教室 那目前分成两期 那今天来组建的是 第一期的两间组合教室 偏向小校资源不足 此期即使援助好 让重建工程得以顺利 孩子的教育不能等 志工用行动来呵护 大爱情文潘云珍 郑瑞平台南报导 期许每一个建筑都发挥功能 正言上人行脚 今天前往台南善化联络处 不久前这里才新建完工 上人期许盖起来的是智慧道场 供社会教育 而每一位志工心中也有一座 临山塔树立 分秒不间断 善化联络处刚新建完工 正言上人行脚道来 可容纳至少八百人的蒋经堂 坐满志工 上人期许联络处是智慧道场 看到我们的道场起来 不是胜经的道场 我们是一个社会教育 分宽的分析 让大家了解 是一个地位的道场 正言上人从高雄迁往台南之前 高雄的慈祭志工特地向上人 发愿持续精进 在临山我愿求 志工人人手捧心灯 正如心中指引方向的明灯 临山塔就是在我们的心中 如何树立起来这一座塔 那就是要鸟尖不断 横池善念 真诚惭愧 才能清静本性 寻得心中的临山塔 大爱新闻 陈一真 陈立伟 台南高雄综合报道 苗栗一位民众开车行击苗128 陷到途中看到有只小石虎 倒卧在路旁 他立刻就近 把他送到派出所 远景认出是保育类动物 很快地用手机联络兽医 透过电话指示 成功抢救这一只石虎的性命 受伤石虎被带到派出所 休假中的理性远景 看他奄奄一席 赶紧抓时间打电话给兽医 在小石虎的心脏的部位 持续地轻压了 轻压了约两分钟 在他的呼吸道这一边 轻轻地跟他搓揉 小石虎终于把他鼻孔里面的 那个鼠塞的血 他直接要喷出来 透过电话指示急救成功 让他呼吸逐渐恢复正常 伤势令人不忍 裂掉了 小石被撞裂了 有没有 台湾本土猫科动物有两种 云豹已经灭绝 只剩下10虎 被列为一级保育类 全台剩下不到500只 分布在南投台中苗栗 海拔500公尺以下的浅山地区 岌岌可危的是 8成5的7地 因为人为开发遭威胁 陆沙个案层出不穷 后续的话我们会送 特有生物保育中心 做一个后续的这个照顾 这只小石虎不到三个月大 在苗128县道被人发现 可能是跟妈妈走失被车撞伤 受益检查之后被送到 特有生物保育中心 接手后续照顾 大爱新闻苗栗综合报道 天气好热 在高雄的西埔气象测站 刚刚的半小时前12点 测到了38度的高温 也要告诉您又有台风行程 第9号台风山神上午行程 朝着华南沿海海南岛方向移动 外围环流会影响台湾 大太阳火散高张 民众都往阴影处躲 闷热高温的天气形态 在17号上午随着第9号 轻度台风山神行程 开始转变为不稳定的降雨形态 尤其东半部地区 南部地区不稳定 今天在花东地区横穿半岛 整天断断续续有下雨的机会 另外东北部地区 大台北地区和南部山区 偶尔有些下雨的机会 其他各地则是午后正远的天气形态 山神台风朝着华南沿海 以及海南岛方向移动 18号就完全远离台湾 但紧接着要密切注意 菲律宾东方海面上的热带系统 有机会发展成热地压 甚至形成台风 从星期六二十一号开始的两三天 整个地压带中热带系统 成熟的位置 什么时候发展为比较强的时间 都一直在变动 所以显示它其实它的变化是比较复杂 热地压的生成位置将会影响 未来如果形成台风 预测路径的走向 目前变数都还很大 预计周末两天将会是关键 大新闻 梁家明台北报导 明镜需要您的热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